Hello 大家好 我是Holly 很多小单位都会建角楼来增加可用面积 但我们今天来到日龙湾8 第一个大单位都建了两个 而且不是用来睡觉或者储物 究竟用来做些什么呢?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看楼 接着也可以留言说一下 比进来又会不会这样设计呢? 有机会获得咖啡礼券的 在开始之前都提提大家 记得Subscribe 28House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已经Subscribe了 都记住按旁边的小铃铛 下星期的影片你就不会错过了 日龙湾8在大埔白石角 是2021年入伙的新楼 由上至发展一共有三座 提供528伙 超过五成都是三房单位 今次参观的设计单位 亦都是楼盘的主打户型 三房一套间隔 就用面积去到685尺 业主在19年以985万买入 不计自费的家司 装修费大约60万 考虑到单位只有业主夫妇两个人住 不需要用到三间房 设计师就打通两间小房成为书房 而今集的设计重点 即是两个角楼 分别在客厅和书房 立即带大家参观一下 单位的楼底有3.2米 以新楼来说都算高 有条件打造角楼 Mushman说 其实我见过客厅都挺大 真的有没有说 为什么这里都要做角楼呢 一开始资讯客人的时候 其实客人都会想在客厅角楼的位置做禅修 本身在这边的位置景观 比较开阳比较漂亮 角楼在饭厅餐桌上面 景观是否更漂亮呢 就看过才知道 现在就和大家看一下客厅这边的角楼 其实由大门口进来 在我的右手边已经是楼梯位 现在就和大家一起上去看看 其实沿路都有扶手 上来也不算很辛苦 我就比较矮一点 其实我头顶来天花也有一段距离 但其实我都度过了 这里大概有1.17米 如果以一个标准成年人的身高 其实都可以坐直整个身 这个角楼大约有42尺 用来做禅修都够大 虽然现在没有太多的布置 但坐下的感觉都不错 如果加些座店 相信都会在一个挺好的地方 让自己平静心情 放松下来 我就在这里坐了一阵 发觉从这里看出去 因为视线水平升高了 除了看到自己屋院的楼景 还会看到此景 虽然客厅都有大约184尺 空间都相当阔落 坐在沙发那边都可以禅修 但景观的确没有角楼那么开弱 在角楼的其中一个顾虑 就是下面的楼底矮了 压迫感大了 在设计方面 又可不可以淡化这个问题呢? 在设计方面 我们都会主要建议 会有LED的灯槽 或者LED的射灯 这两样东西都可以 令楼底下面的空间感大增 另外一方面 我们都会建议楼板 做一些比较浅色 或者白色为主的颜色 因为本身在楼底下面的空间 都会比较暗 用白色开了灯之后 其实整个光线上就会比较充足 在不太影响空间感之下 多了个地方禅修 都不是完全没有其他注意的地方 平时的饭厅如果够位的话 餐桌后面一般都会放过到顶的储物柜 现在当储物柜和楼梯融为一体 储物量又会不会少了很多呢? 比起到顶的储物柜 这里的储物量一定是少一点的 大概有五个贵 但如果以一个二人家庭来说 相信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单位原积有三间房 主人房保留做寻区 另外两间小房打通做书房之后 都有大约100尺 拍得住主人房 我看到这张书桌 其实都可以用来看书 为什么要在这里做多个角楼 做阅读空间呢? 本身我们的考虑情况 就是其中一位使用者 就会在角楼下面做工作或者使用 上面使用的时候 就可以给另一位使用者去看书 就可以分隔本身工作的空间 另外一方面就是 但是当两位户主同时都要使用的时候 就可以分隔两边的空间 有一个私人的空间 因为角楼横跨了门口位 为了开门的时候不会碰到 这里就改用了做拖门 第二个角楼就是 在两间小房打通而成的书房 看到一个门口 其实已经是身处角楼下面 至于楼梯就再前一点 就在这边上去 现在就和大家上去看看 因为这边的角楼的 楼梯的扶手 对比刚才客厅的 它就会多些角位 可能因为下面是一个书架 我自己就觉得是没那么好扶 而且因为看到上面 这里有两个冷气机之间 风槽的阵位 所以刚才我上来的时候 都要弯一弯低身 才可以进来 我自己就喜欢客厅的角楼多一点 这里大约有49尺 放了两张椅墊 起到看书都挺写意的 不过如果是为了增加私人空间 而建这个角楼 我就有不同的看法了 虽然设计师就说 是因为户主的要求 想两夫妻都有私人空间 所以打通房之后 就建了这个角楼 但如果是换转是我的话 真的想有私人空间的话 我就宁愿维持完 即两间房的设计 就是了 角楼楼梯配合阅读的氛围 和客厅的不同 没有造成储物柜 而是造成书架 香港地串金尺土 不少人都会考虑加建角楼 来增加可用空间 好像这个单位 两个角楼隔近100尺 不过在建造的时候 要考虑什么因素呢 我们会逐步说一下 看回本身家庭成员的高度 可能如果家庭成员比较高 楼底比较矮的时候 我们不会太过建议去做角楼 因为本身上下两边的使用上面 就会很辛苦 长期使用上 其实都不会一个很好的建议 设计师就建议 单位楼底有3米或以上 就会比较适合了 如果卖家有需要 单位又适合建造角楼的话 下一步就是要想用哪种方式来建 在角楼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家私形式 角楼下面会有四条支柱 好像一张很大的桌子 好处是装嵌时间短一点 将来想还原 也比较容易清拆 不过支柱四角落地 会占据了一定的空间 另一种做法就是 需要将钢架箱陷入墙身 好处是没有支柱 比较美观 不过因为需要入职申请 会有额外成本 而且涉及水电这些工程 装修时间都会长些 也比较难还原 对比之下 家私形式的角楼性价比高些 也比较多人选用 好像这个单位那样 每个角楼的费用大约是12到15万 多了一层空间 就要想如何分配上下两边的高度 以今集设计单位做例子 客厅角楼上下两边 分别是1.17和1.89米 而书房的角楼分别是1.22和1.85米 上面分配到的高度明显比客厅多 背后有什么考虑因素呢? 书房的位置 我们刚刚所说 打拆了 本身的墙身有一个冷气候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定做角楼位置的时候 我们都要考虑上落的时候 会不小心撞到冷气木壳 所以我们在经过的时候 我们都会定下 可能那个位置 我们最少都要有一定的距离 才可以令到护主上落的时候 比较方便 不会觉得很辛苦 讲到整间屋的设计风格 眼里的朋友 可能刚刚参观角楼的时候 都会留意到是用上轻车滑风格 白色做主调 会以玫瑰金条纸做点缀 观设整个单位 客厅那边就最体现到了 电视两边的收纳柜 玻璃柜门加上深灯 就最好用来展示护主的收藏品 加上假天花的灯槽 简约之余 又有些优雅的感觉 最后和大家参观主人房 大约有101尺 床头板 床头柜 同样看到不少金色条纸的钟影 透明衣柜柜门里面 也隐藏了条纸设计 不过换转是我的话 就喜欢实色柜门多些了 始终里面的衣服 未必经常都摆得这么整齐 由寻区走出来客厅 看到两个区域中间有暗门 它的用色都跟身边的电视柜 和墙身一致 除了更加美观之外 实用性方面都有两个优点 第一 就是朋友上来的话 关上就可以增加寻区的私隐度 第二 就好像现在夏天这么热 如果在这个客厅开冷气 关上也可以更加凉爽 厨房 浴室向来都是最花装修费的地方 护主沿用一手原装 省了不少钱 而60万的装修费 分了两个部分 首先是工程费用 佔了12万 主要来自打通两间房 重新铺过书房的地砖 收藏冷气后这些工程 而48万的傢修费 主要包括角楼的组件 电视柜 睡床 衣柜 这些大型傢修 至于登具 沙发制护主 另外自费 今次这个单位 就有两个角楼 我自己就喜欢客厅这个多些 因为坐在半空做禅修 又真的挺特别 和挺捨意的 不知道你又喜欢哪个多些呢 如果都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得给个like 支持一下我们的团队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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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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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